异火是斗破苍穹独有的一种力量 异火的设定是整个斗气大陆只有23种 每一种都拥有毁天灭地的威力和某种神奇的能力 男主硝烟修行的功法 拥有吞噬异火和融合异火的功能 因此硝烟要不断地寻找异火进行吞噬 硝烟这一生一共吞噬过8种异火 这些异火都是如何获得 拥有哪些特殊能力呢 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 第一种 清廉地心火 硝烟晋级斗者的时候 需要挑选一本功法作为今后修行的根基 耀老将自己想复活的愿望告诉了硝烟 同时硝烟也想成为巅峰强者 就选择了可以净化的焚绝功法 焚绝在炼化子火之后果然发生了净化 让硝烟兴奋不已 就迫不及待地要吞噬真正的异火 耀老刚好知道塔戈尔大沙漠有一朵异火 就带着硝烟前去寻找 硝烟与耀老在沙漠中挤进周折 从海波东手中获得了可能存在异火的三个方位 最后在清零的帮助下才找到准确位置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可是等硝烟和耀老下去后才发现 一伙已经被美杜莎女王提前带走了 二人又开始前往蛇人族 经历一番大战之后才终于把清廉地星火拿到手 吞噬之后焚绝进阶为玄阶高级 硝烟的修为也暴涨了五颗星 清廉地星火是岩浆中的高温凝聚而成的 三百年生根 三百年开花 三百年成型 因为诞生于岩浆之中 因此清廉地星火拥有感应地底岩浆 引发火山爆发的特殊能力 第二种 陨落星岩 硝烟命苦 只为了与那蓝燕燃完成三年前的约定 最后却引来云山的追杀 整个加玛帝国已经容不下硝烟了 为了复仇 硝烟决定前往迦南学院 因为这里有一朵异火 可以让硝烟快速提升修为 不难发现 硝烟的每一朵异火都来之不易 迦南学院的异火在内院 硝烟要经过层层关卡才能进入内院 然后内院又要进入天榜前十才拥有接近一伙的资格 硝烟从来不怕困难 这些都难不倒他 可是等硝烟好不容易拿到了接近一伙的机会 陨落星岩却爆发了 威力就算是斗宗也不敢正面硬碰 一番大战过后 硝烟与陨落星岩都被关在了天分炼器塔下 这里可是岩浆的世界 硝烟刚下来就晕了过去 是要老用灵魂力量苦苦支撑 才让硝烟活了下来 不过要老也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硝烟发气狠来也是不要命的 被陨落星岩烧了一个月 心里的火气也上来了 想要强行把陨落星岩炼化 炼化的过程是一波三折 硝烟有光环护体 陨落星岩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被硝烟炼化 吞噬后修为提升到了斗王巅峰 焚绝也进化到了地阶初级 陨落星岩也是在岩浆中诞生 不同的是它是岩浆中的毒烟凝聚而成 所以无色无形 拥有星火断体 操控星火和克制灵魂三种特殊能力 陨落星岩最大的功劳是 帮助硝烟获得美渡沙女王的放心 第三种 三千燕炎火 硝烟击杀云山之后要老被抓 加马帝国又遭受到三大帝国的围攻 从小一仙口中得知对方居然是魂殿之人 硝烟深知自己依旧身处险境 得尽快提升实力 硝烟与小一仙还有美渡沙女王三人 把三大帝国的斗宗都解决完之后 被些必言中上了魔毒般 半年内不解毒就会死 硝烟心里苦但是也不能气馁 准备去嘉南学院找千百二佬解毒 千百二佬没办法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解毒 那就是硝烟两年内禁忌斗宗 就可以将魔毒般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随后千百二佬给魔毒般增加了一道封面 硝烟为了尽快升级 到处寻找异火的消息 嘉南学院有一位名叫夜心兰的女生找到了硝烟 她知道三千燕炎火的下落 三千燕炎火是由星空之力凝聚而来的异火 要三千年才能成形 因此哪怕这朵一火会给中周带来灾难 丹塔老祖还是不忍心将它摧毁 而是封印在丹塔上方的星空之中 丹塔有规定 只要能在丹塔单会上获得前十的成绩 就有吞噬三千燕炎火的资格 硝烟不出所望夺得冠军 但是却小看了三千燕炎火的狂暴 魂族七星斗尊都被打成重伤 硝烟四星斗尊实力无疑是去送死 但是硝烟有一个外寡 紫妍在硝烟参加当会的时候找到它 送给硝烟一个龙印 因为三千燕炎火的灵质 是太虚古龙的斗圣给它开启的 所以这龙印可以控制三千燕炎火 硝烟就在龙印的帮助下 将这排名第九的一火炼化 修为提升五颗星 达到了九星斗宗的层次 三千燕炎火有两个特殊能力 第一个是燃烧斗气 可以点燃敌人的斗技 第二种是疗伤 可以无时无刻给硝烟治疗伤事 硝烟在就要老的时候 半个身子都被打没了 三千燕炎火给它吊着一口气 用了半年时间就把硝烟修复 并且没有半点后遗症 这种一火才排名第九位 这能力都能把金帝焚天炎 按在地上摩擦了 第四种古灵冷火 硝烟第四种一火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古灵冷火 其实这朵一火硝烟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 斗狮的时候硝烟就用古灵冷火炼制丹药 药老被抓走之后 硝烟也能随时使用古灵冷火 甚至古灵冷火的本源火种都在硝烟体内 药老复活之后 修为突破到了半生层次 古灵冷火对药老来说固然重要 但是他明白硝烟更需要这朵一火 就将古灵冷火的灵魂印记抹去送给了硝烟 硝烟是在云云的闺房中吞噬古灵冷火的 修为从二星斗尊提升到四星斗尊 焚掘从地阶高级提升到准天阶功法 古灵冷火是诞生在极西之地 从冰雪之中凝聚而出的一火 因此拥有冰封千里的能力 第五种 海兴燕 硝烟想吞噬海兴燕已经很久了 第一次击败寒风就是奔着海兴燕去的 没想到被魂殿护法杰族先登了 后来将这个护法击杀之后 海兴燕又被木骨老人得到 硝烟在单塔获得冠军之后 木骨老人就销声匿迹了 直到硝烟晋升二星斗胜的时候才再次遇到 魂殿的分殿分为天地人三种 每一种都有一个总部 人殿的总部叫做天刚殿 被天府联盟发现了 硝烟带头冲锋来到这里 一场大战之后发现了木骨老人 一把将木骨老人捏死 随口就把海兴燕吞了下去 练化海兴燕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 毕竟此时此刻硝烟都二星斗胜了 硝烟练化海兴燕之后 修为没有丝毫波动 焚绝也没有半点变化 排名前十以后的一火 对硝烟来说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 第六种 静连腰火 静连腰火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斗破仓穹 从硝烟遇到小一仙开始就有了静连腰火的设定 直到硝烟八星斗尊的时候 才在空间交易会获得了第四块残土 但是除了一团白色光团之外 并没有得到什么逆天的法宝 让硝烟非常气愤 差点失去理智 这四块残土的作用非常大 只不过当时的硝烟不清楚 腰火空间可以说是整本书最危险的地方了 里面充斥着静连腰火的高温 斗圣以下禁区立刻就会被一火炼化成为火 腰火空间出世整个斗气大陆势力都来了 包括远古家族 腰火空间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幻境 会让所有的人自相残杀 第二层是无穷无尽的火炼 硝烟他们联手对敌通过考验 第三层镇守者是一名四星斗圣中七强者 这名四星斗圣是硝祖老祖之一 当年寻找静连腰火被关在这里 硝烟脑海中的白色光团给了硝烟一个印记 暂时让硝烟清醒了过来 第三层就是静连腰火本体了 六星斗圣实力 而且手握炼天骨阵 就算是七星斗圣也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硝烟眉心的光团化作静连腰圣 将静连腰火的意识抹去 硝烟吞噬静连腰火的时候 一个人根本无法承受 幸好在关键时刻薰而留了下来 用身体帮硝烟分担了一部分腰火的威力 才有经无险的吞噬成功 静连腰火拥有净化万物的功效 就算是攻击硝烟的斗技 静连腰火也能净化 将豆技转化成能量 尽快给硝烟吸收 第七种 地炎 硝烟获得的第七种异火是地炎 直接让硝烟从七星斗圣突破到斗地层次 魂天帝吞噬地品除丹之后 竹坤将异火广场搬回了太虚古龙一族 可是操作之后发现自己无法获得异火传承 为了天下苍生不被魂天帝灭杀 竹坤把异火广场让了出来 最后硝烟被选中 接收传承 地炎其实就是驼射古地的本源火种 这朵异火刚开始很弱小 它诞生的地方就在焚绝旁边 因为焚绝的神奇影响 产生了变异 能够像人一样修炼 这朵异火在岩浆中寻找排名最后的一朵异火吞噬 一直吞到静联妖火 这个时候它的修为已经快到斗地了 然后就去寻找虚无吞岩 融合虚无吞岩之后就晋级斗地 所以地炎拥有的力量就是斗地之力 硝烟的身体根本无法承载地炎 在一伙中分解重塑了上万次才获得了一伙之体 将地炎炼化吞噬 地炎的能力是号令天下万物 无论是什么一伙 地炎都能召唤出来 就算是已经被人炼化吞噬的一伙也无法避免 第八种 虚无吞岩 硝烟吞噬的最后一种一伙是虚无吞岩 因为硝烟是直接从七星斗胜进接斗地 所以斗地之前硝烟不是虚无吞岩的对手 自然谈不上吞噬 虚无吞岩一千年前被魂族所救 之后就成为魂族的老祖之一 甚至有些魂族族人把虚无吞岩看得比魂天帝还重 虚无吞岩对魂族族人也有情有意 魂天帝晋升斗地的时候 要把一半魂族族人献祭 让虚无吞岩对魂天帝恨之入骨 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也难逃毒手 就化身斗气能量融入魂天帝体内 想在他突破斗地的瞬间进行反噬 可惜魂天帝根本不在乎 还把虚无吞岩给镇压炼化了 其实虚无吞岩被炼化时装的 他还在等待机会 刚好萧岩突破斗地归来 用一伙广场号令天下万火 把虚无吞岩从魂天帝体内召唤了出来 虚无吞岩向萧岩臣服 书中并没有写萧岩炼化虚无吞岩的过程 但是虚无吞岩的下场必定是被萧岩炼化了 因为这朵一伙杀了数亿人 性格暴虐无恶不作 虚无吞岩光毁灭药族这一项罪名 萧岩就不会放过他 更何况他还吞了十足和灵足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